11月16号 数千名香港市民自发前往香港特区政府总部 参与反暴力爱和平称警察或安宁集会 呼吁特区政府尽快止暴治乱 同时为警察加油打气 活动召集人十访友在活动上带领大家高喊支持警察严正执法等口号 并向特区政府代表递交请愿信 希望特区政府可以用有效措施尽快令香港恢复和平安宁 数千名市民打出阿瑟我称你 天地有正气 香港有警队 守护香港等标语 表示坚决支持警队依法执法 捍卫法治 维护香港秩序 游行期间 有警员在过街天桥处执勤 路过的市民纷纷向警员伸出大拇指 高呼支持警察 警察加油 更有市民上前和警察合影 在政府总部东义的路口 有两位执勤的警员路过 众多市民振臂高呼 阿瑟加油 气氛十分热烈 此前香港的一位七十岁清洁工阿伯 被暴徒投掷砖块击中头部 随后伤众不治 当天在游行区域的一处栅栏前 不少市民手举鲜花 悼念这位无辜逝去的市民 表达对阿伯遭遇 感到心痛 希望特区政府可以听到民众的心声 不要让悲剧再次发生 活动持续近一小时 现场呐喊声瓷器笔伏 市民情绪高涨 参与活动的市民还进行了实名签名 表达对止暴治乱的坚定支持 活动结束后 市民还派代表前往警队 送上心意卡及物资等 慰问支持前线警察 为警队加油打气